嘿 大家好 我是Amanac 叫我一夢或一夢 那今天呢 我們來看一下台版7月初的星秋角舞台胡桃 他是後衛物理輔助常駐角色 也就是說在這個UP池過了之後 他還是會在池內可以歪到 那未來 算很久之後的未來 會開Hard2可以農這個角色的碎片 然後可以把角色換出來這個樣子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技能組的部分 首先UB呢 是增加物攻隊友的物理攻擊力 那這個UB呢 有兩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第一個呢 他是會吃他當前的HP的 就是他血量越多 他這個UB會再增加的量就會越多 那如果是滿血狀態的話 其實還算加蠻多的啦 就是以一個UB來說 我會覺得還算可以 雖然說 他只加這個攻擊力就稍微有一點顯少 效果顯少了 如果說是加這個物攻的量 然後額外還有在其他的 就可能加物爆啊 或者說爆傷啊之類的話 那可能會比較完整一點啦 才會有比較好的強度 再來第二個呢 他是只加物攻角色 那物攻魔攻角色怎麼看 就是看角色的普通攻擊 如果角色普通攻擊出去是黃色字的話呢 那就是物攻角 如果是紫色字就是魔攻角 那比較特別一點的呢 就是魔法少女制的部分 那魔法少女制呢 他是物攻角 可是他的技能組都是魔攻的 所以他是一個物攻角 但是傷害打出來是魔傷 這樣一個比較特別的部分 好 那再來是1技的部分 1技會有一個自補TP的效果 然後再給隊友HP跟TP秒回 就是持續跳補HP跟TP這樣子的技能 那這個1技其實呢 就這個性能上來說是算蠻好的啦 因為他跟UB也有一個還不錯的搭配 就是又會補血 又會補TP 又會自補TP 然後呢 讓UB的速度可以更快 然後呢 開了UB之後又可以再加攻擊力 這樣子的一個兼顧生存 然後還有攻擊力的一個技能組 技能循環 所以其實算是還不錯的啦 那2技呢 是給物攻隊友一個物理無效盾 然後還有物攻增加的效果 那這個部分呢 也是會吃HP的量的 那這個角色就變得比較尷尬 就是在於說他的UB跟2技都會吃他的HP當前的量 所以你會覺得說他的血量是越多越好 但是呢 他的EX技能又不是加血量 這一點稍微比較尷尬 他EX技能加攻擊力對於這個角色完全沒有任何的用處 就是 你不會期望這個角色有什麼樣的攻擊嗎 他的攻擊就只有普攻 那普攻根本就是沒什麼傷害 然後他的技能又不吃他的攻擊力 所以他的EX技能就是等於是沒用 他就是 等於少了一個EX技能這樣的感覺 這一點算是稍微比較尷尬啦 再加上UB的這個cost 我覺得稍微有一點低 那這2點導致說這個角色落在一個稍微有點尷尬的位置喔 那理論上來說呢 這個角色的護盾算蠻厚的 那BUFF也勉強還算可以 但是呢 比他上位的BUFF角色太多啦 就是假設我會想要有更好的生存能力 然後又還要有BUFF的話呢 那花靈絕對是更好的選擇啦 就是 跟花靈比的話真的是完全比不過人家 所以 那我已經放了一個花靈了之後 那我會要再放一個生存面的角色嗎 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下就不太會啦 就是 如果說放了花靈 然後你還要再放一個生存角色的話 那通常就是真的要放那種很強的生存角色 或是放一個坦克之類的 那也不太會選擇五台胡桃這種有一點點補 然後呢 又有一點點傷害這樣子的性能 那通常還是扛不住 那如果說放了花靈之後呢 你需要的是攻擊力更高的BUFF的話 那通常會選擇體操服優妮嘛 所以呢 就變成說五台胡桃他就在一個 在各方面比不過其他角色 會有其他更好的選擇的一個情況 那本身算蠻硬的 但是又不夠硬 那為什麼講不夠硬呢 因為他會放護盾啊 然後又加攻擊力什麼的 所以其實 在PVP感覺好像派得上用場 可是以PVP的環境來說 他不太夠硬 就是以聯盟戰來說 算硬了 就是 你如果把他拿去打聯盟戰的話 大部分的情況下 你不太會看到他有生存的 困難 但是拿去打PVP的話 又不夠硬 又被轟到一兩下 然後就倒了這樣子 所以 嗯 如果你放在PVP 然後想要說用那種烏龜隊去扛人家的話 也拍不太上用場 然後技能循環又有一點普通 就技能循環不算非常的漂亮 普攻的次數稍微有一點多 然後這個角色的普攻又完全沒有任何的用處 就導致說 嗯 種種的原因之下 讓這個角色的強度稍微比較堪憂一點 那實際上來說的話 就是幾乎沒有看到出場啦 那當然你要把這個角色派上場 絕對是OK的 畢竟他的技能組的這個構築是沒問題的 只是說在係數上啊 然後在技能循環上 稍微比較尷尬一點 讓他比不上其他的角色這樣子 所以 嗯 他作為一個下位替代版 其實也是OK 但是體操服優女也是常入角 然後花嶺是可以直接換出來的角色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用不太到 這個角色算是用不太到的一個位置啦 那打地下城之類的的話呢 是有機會可以派上用場啦 畢竟他的技能組都是派得上用場的嘛 可是地下城這種地方畢竟是焦土戰啦 所以呢 嗯 你直接用其他的輔助角色也是OK的 然後我覺得地下城相對更缺的角色 或是破防角 然後還有說生存能力更強的角色 像例如六星優衣這種生存能力更強的角色 在 嗯 之後會開的這個最新的地下城 可能會是相對比較缺一點的 好 那今天呢 這個舞台胡桃這個角色就介紹到這個地方啦 那其實 嗯 如果要講簡單的話 這個角色沒有什麼好講的啦 就是 有一點倉管 不用抽 除非你很喜歡胡桃這個角色 但是呢 我就想說 來稍微分析一下他 究竟為什麼會處於現在這個位置啦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呢 就是技能的係數 然後呢 1X技能的尷尬的位置 然後還有動作循環這幾個點 然後呢 讓他在 啊 這個實際的表現上呢 沒有辦法拿上檯面這樣子 但是呢 他的1技本身是他的核心技能啦 所以他的專武之後會不會有比較好的表現 我覺得可能性也是有的 那我們就 看一年後的表現怎麼樣 好 那今天這個舞台胡桃就到這邊喔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更了解這個角色 以及瞭解到我自己個人為什麼認為這個角色相對沒有這麼的強勢 好 那今天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